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是Kid 自从疫情爆发之后,我已经一年半没有回家了 然后,没有回家当然是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嘛 然后我是从沙劳业补进来的,然后从小就开始吃Golomian 所以我今天就会带大家去看看,我觉得在新加坡 我觉得是最靠近最正宗的Golomian 然后现在我们就出发吧 就是这里啦,Sara Delicacy La Saga Golomian 大老远美食 我喜欢它的Golomian 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Golomian的样子 现在有放叉烧油啊,就几片叉烧 然后有那个肉碎 然后最重要就是这个 每个人吃Golomian,最重要就是这个红辣椒烟锅的处 然后之后就是这个Golomian 也是从小吃到大的,所以就满满的回忆 所以每次我,其实我今天不是第一次来这边吃的啦 所以我每次想家,我就会过来这边吃咯 OK,吃完了 所以可以预测的是那个味道就是 Sara Delicacy La Saga Golomian 你随便找到一个档口都会有那种Golomian的味道 就是很Sara Delicacy La Saga Golomian 不进Golomian的味道 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味道 因为我也在KO做过工,现在在新加坡做工 我有尝试过其他的 只是他们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改良 改良了之后 他可能就是要复合那个当地人的口味 所以他的味道就会有少骗了一点 就不是那种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所以我很喜欢色尖鲜 是因为他给我的味道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然后听老板娘他们说是那个面是新鲜 从古兴运过来的 然后他就是我们古兴吃那种Golomian的 那个球面卷的面 然后他口感就是很有弹性 就是很靠近古兴的口感 然后他的味道因为 我是比较喜欢是有那种红的 就是有擦刀油的Golomian 所以其实我在其他地方 还没有找到有这个Golomian 然后这边找到 所以就很特别喜欢这个Golomian 然后之后他除了卖Golomian 也是有卖辣沙 所以其实他味道还蛮不错的 然后就是很靠近靠近脚时候的味道 然后其实重点还是有这个三胜奶茶 这边可能我没有喝过其他三胜奶茶 就这边的 然后味道其实还是有一点灰呀 因为我印象中的鲜鲜 新鲜的那个三胜奶茶 他是用那个椰糖的 可是这个是用那个小麦草 然后不懂会不会有人跟我有样的同感 就觉得如果是Golomian的话 一定要打包 它包起来 蜜了之后会比较好吃 所以我今天会在这边试试 然后也会再回家 我会去打包回家试试 OK终于回到家了 然后这个就是打包回来的Golomian 然后我觉得 只要是古镜人 应该是很熟悉这个包装 因为在古镜吃Golomian 都是用这种包装的 OK 现在我就开始试试 打包回来的Golomian 因为其实本人是会比较喜欢吃 这种打包回来的Golomian 因为 它的口感会比较软 可是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打包回来之后 它整个就会变成 缩在一起 在一大块 然后你就要弄散它咯 OK 打包回来的Golomian 就是这样子咯 哇 真的是好亲切的样子 因为在古镜打包Golomian 就是这种样子 OK好吧 我就开始试试打包回来的Golomian 吧 我也是一样叫那个 红色的叉烧油的Golomian 然后这个Golomian 看起来蛮不错的 就是因为它是红色的Golomian 我才会一直去吃这一间 其实这一间我吃了很多次 不是第一次吃 这个就是打包回来的Golomian 就试试吧 现在应该没有吃完 因为刚才刚吃了一整碗 所以现在我就是试试 然后我会留到晚上来吃 哎哟可惜的是 我忘记跟它拿辣椒 因为Golomian的那个 精华就是那个酸的辣椒 就好像我刚才讲一样 嗯 就是这种口感 我最喜欢就是因为它 打包之后 它煮了之后 它这个面 它虽然是比较软一点 可是它还是有那个Q度 因为有时候在现场吃的Golomian 它会有点偏硬 所以我感觉上 我就会比较喜欢 那个Golomian 是包了回来吃 因为有时候你看 你在古兴吃的时候 你的Golomian 一看煮出来 它上面的汤是比较多 它没有完全进气的面 可是你一打包回来 它那个汤啊 加那个调料已经 全部滴入那个面了 所以它面会比较好吃一点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偏向吃这种比较软的面 嗯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很好吃 真的很好很好吃 发烧 嗯 这个就是 打包肉面的 口感 OK 其实这间 这间 Sawa Delicacy 是我还蛮推荐的 一间 卖Golomian 因为它Golomian 是比较 所以比较那种 真的很道地 很劲的味道 然后我会把 这间店的 听试跟地址 放在底下的说明栏 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 这边试试看 是到底 符合不符合你的口味 如果你觉得还有其他的 很好吃的Golomian 也是可以介绍给我 在底下介绍给我 让我去试试看 开箱给大家吃 OK啦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记得为我们订阅 按赞与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Bye